小伙伴们大家好呀这里是小鬼头 这期视频我们继续测试精气魔与精气钢的差距 上期视频我们测试过了普通僵尸 路障僵尸 铁桶僵尸 铁板僵尸 铲杆跳僵尸 捞鸡筒僵尸 二爷 五王 棒蹲僵尸 乌龟鸡手僵尸 以及橄榄球僵尸 精气魔第一次取代了几分的成绩 而精气钢却只有两分 这期视频精气钢是否能反败为胜 比起 咱们接着往下看就知道咯 首先登场的便是我们的先锋橄榄僵尸 众所周知 他的生命值护甲方面要低于橄榄球的 身次伤害也是乘以0.75 在这种情况下 谁会率先击败他呢 依旧还是精气魔第一次 好家伙这气质太明显了呀 精气魔再获一分 现在已经有8分了 先锋橄榄球之后便是防爆玻璃门僵尸 他的话应该是同步的 中间的悬浮机器人以及传送门就跳过去吧 咱们不是踩不到第一次 就是能躲过去 所以测试意义也不大 超新星僵尸这边 精气魔也稍微快一点点 压制着机器人的话 精气钢应该会稍快一点 毕竟压制着机器人的传刺伤害 乘以0.25 精气钢的优势一下子就出来了 搏击手僵尸没有穿刺抗性 结果应该是精气魔获胜 看了这么多 大家应该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吧 在有穿刺抗性的僵尸面前 精气钢次获胜 没有穿刺抗性的情况下 精气魔获胜 当然 在生命值或者防具值高于600的情况下 目前比分已经来到了8比3 精液没有穿刺抗性 这局应该又是精气魔地次获胜了 精气钢还想反超 难度已经很大了 比分9比3 精液结束后 便是大爷登场 如果没算错的话 精气魔地次能再获得一分 所以你们懂了吗 并不是阳光越高的植物越好用哦 大棚车僵尸出了 精气钢次的优点也显示出来了 才能毫无压力的破坏大棚车 这点是精气魔没办法做到的 目前比分也是来到了10比4 我想看到这的小伙伴一定是知道的 因为之前说的那套理论 并不是所有僵尸都实用 至少在黑暗骑士这时完全行不通 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精气魔地次上的骑士 已经出现严重的裂痕了 而黑暗骑士的穿刺伤 还是乘以0.5的 比分来到11比4 好了 有趣的事情又来了 在面对普通巨尸时 一个精气钢第一次足矣 然而精气魔第一次 却远远做不到这点 这一次算是精气钢完胜 比分也来到了11比5 在后续橄榄巨尸也是一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差不多可以进行总结了 精气钢和精气魔各有优点 在能秒杀植物的枪身面前 精气钢好用 反之精气魔好用 看完这期视频之后 大家应该知道怎么选了吧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已经结束了 想看更多的测试视频 欢迎在评论器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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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